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别斯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就说说这样都老屈,好东西好东西 计算这个蒜头破坏美国国家安全之后 共和党议员又有新理论 之前记得他说 中国的蒜头很危险 美国那些人吃了 尤其是美军吃了中国蒜头 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身体不佳 你卖了几十年 他都懂得说 好像是屈这个盲人偷看国家机密 这次他说 巴勒斯坦 现在美国大爆发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 全部是中国给钱的 习近平资助 习近平也挺厉害的 又资助到非裔 我听到这个说法 我不觉得 习先生被他侮辱了 我是觉得 示威者、抗争者被你侮辱了 其实是侮辱了全世界正常人的 这个是智慧 最搞笑的 连以色列都不敢说这些抗争 是中和搞出来的 结果你出来说 大家知道 我们之后还有很多节都要说这些具体状况 就是说这个抗争者 就是 美国多间高校 当然也很多都是被 有这个占领高校的行为 就是占领大学 不出所料 美国社会 一出一些负面问题 负面新闻 反政府 万能key 万能key就开始了 原来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吉思乃内斯 吉梅内斯 他就接受 新闻周刊访问 接受博士访问时 这些事情 肯定是中国 帮助他们的 你怎样肯定呢 你肯定从何而来呢 我想问 从何而来 中国现在在资助近期美国校园一系列撑巴的 一些 撑巴的 这些是抗议活动的 习近平 他下令的 其实习近平什么都管 波伦比亚大学很远 他都管 原来 这位哥 也在 右翼回头说 好像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现在的抗争 全部都是 有背后资助的 如果你们真是深入调查 金主是谁 你不难发现 中国肯定参与其中 主持就问 议员先生 是否能够证实 中国是有付钱 给这些抗争者 他说 我得到一些消息 是的 大纪院 他说通过了另一个组织 通过了另一个组织 组织可能是大纪院时报 难道是 发什么工 难道是 事由时报 是吗 我通过另一个组织 我知道 那是组织 发什么工 是 我得到一些消息 通过另一个组织 中国实际上资助了 那些抗争者的 一些组织 原来 他也说 别人再问 你有没有真凭实 他就 没有详细 说明所谓的 证据在哪里 没有证据 也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是 新闻周刊的 这个是 请求 问题的回答 没有 当然你知道 为了转嫁国内矛盾 他经常都指 在中俄 遇事很简单 中国错 中国之座 现在 布林肯都这么说 俄罗斯 如果没有了你们中国之座 他没有可能 顶到那么久 你不说一下印度 不说一下印度 而且 他不是跟记者说 已经是 有现象表明了中国有干预我们选举 你又不能把真凭实据出来 之前流浪气球 那件事件 没有任何证据 你都说到刺层层 现在 他有个气球拍到 现在如果你有少少证据 你都不说出来吗 你说 没有 当然 他也说 这个就是标榜对话强硬共和党人经常做 好像美国在 芬太尼泛滥 还有新冠 在这个防疫 的问题上 其实不少美国政客 都是 总共和党 万能key 总之有什么问题 就出万能key 当然我们之后还会说这些又是另一个万能key 吉梅内斯他的言论当然 很多人都不太相信 因为 也是那句 你是侮辱了全世界有脑的人的智慧 有些人没有敌人 就没有化法成员存在 这是保祸理论 其实以色列和中俄的关系 没有美国那么差 没听过他们的情报部门 示威者是怎样怎样没有说过的 你没有靠屈 老闆 他现在也靠屈 中国 好像普洛西 你反对我 你肯定中国派来的 你回中国 我非洲人士 就是你讲惯了口 就是说惯了口 西婆 我 我是黑人 你回中国 你守了他的资助 原来 当然也有人说 不要什么时候 都说什么都说中国错 之前就说俄罗斯错 再之前 就说是 伊朗 伊朗错 再之前就说撒达姆错 苏联错 无政府主义者错 最糟糕的就是大多数美国人 是不是真的相信这个什么 真的很多人相信 因为他们媒体是厉害的 但是他们 看回美国的真正敌人 很多人就说其实就是这些政客 我也觉得 也有人说 他们应该将亲巴勒斯坦 抗议归咎于 有人不断地向 袈裟发动攻势才对的 这个就正常 这个才正常 看回现在抗争的声浪 当然 一轮接 我们两个月之前已经说 一来记得当时他们 尤其是英国 这个 柏菲文 未被撕柴 支持 你们 很容易犯法 废母 巴勒斯坦 国旗也犯法 有机会犯法 他不是说绝对 未深判 这个你还不是脅迫 如果 同一样 香港某位 国官说 你这样犯法 西梅还这么大力炒作吗 是吗 我们用你同一把尺去量 是 他不敢 所以为什么你的公信力开始削 我不敢说他 完全是没有公信力 但是为什么开始 没有 如果有些人 他们远势力很弱 这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学生 其实很多学生都支持巴勒斯坦 那就去不了 是啊 还有 你其实就暗中表态了 去年 的时候 其实 法国德国 还有很多欧洲国家 是禁止国内举行任何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 后来他禁止不了 法国禁止是最蠢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全欧洲最多牧丝林 没错 不过 你记住 他们是没有禁止 如果同一逻辑 如果你觉得声援 巴勒斯坦 是等于 反游的话 那么 同一样逻辑 如果你声援 是以色列的话 那是不是等于反巴呢 但是 双重标准在于什么 就是 他们禁止是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 但是就没有 限制任何是撑耳的示威 为什么呢 你说 为什么呢 当然现在 就是禁止 中国做的 俄罗斯做的 都是你们做的 不然那些人就不会这样的 我们软实力很厉害 更加多抗争者出来 再加上你清场的时候 发生一些碰撞 他们更加 不甘心 有些学生 什么三长副短 都是大事 可能变成第二个BLM 其实早两天 也有一单 疑似新一轮 新一单BLM 就是有人 被人压住的背后 当然这件事我们之后再报道 那么 德国和法国 首先宣布 不允许国内 举行任何 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 在10月13日 理由就是对公共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 荷兰也发表声明 就不准国内出现任何支持哈马斯的公开活动 支持哈马斯是错的 没问题 但是支持巴顿 是支持哈马斯 或者支持巴仁 代表反右 绝对不能 当然不是 其实当时荷兰首相 女敌也说巴勒斯坦人有权 在荷兰示威 但是如果示威当中出现反右的言论 或者是支持哈马斯的言论 就不可接受 其实这个荷兰是比较理智的 是吧 他不会将你 是出来示威的全部是反 当是反右 但现在不是 西方 喂 你的媒体和政客 夹起搵食 撑你 是贼 我说贼不是偷钱 是指你整班 就是阴阴濕濕的 开始出力 另外 当时柏菲文 就是现在撕了柴 英国内政部 前部长 前大臣 也说在英国 某种情况下 只要你揮舞巴勒斯坦国旗 都可能不合法 当然你这么说 去年英国就有30万人的大示威 我们都说过越是这样 因为他觉得你帮有钱佬 你帮大人 尤其是学生 你们就用那些骂傻的手段 逼迫我们 当然这些欧洲国家对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当然 现在跟10月 差得远 现在有些国家都不敢 名撑 但是 原来 对于是支持 以色列的活动 就没有任何的禁令 甚至官员 还亲自参加这些撑意的活动 甚至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来恩 还在自己办公室外面 挂了以色列国旗 你说你是中立 你不是说我们欧洲人很公道的 我们 最恨你们中国 对穆斯林不好 妇女权 儿童权不好 是吧 三万四千人 原来那些不是穆斯林吗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现在为什么越来越多人 尤其是学生那么生气 当然已经有几百个抗争者被人捉了 最搞笑的 现在他说 自须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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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因为TikTok上面 记得之前 有人撑巴 他说自须TikTok 派片时撑巴 错 为什么 其实是很 容易解释的 其实那些 是年轻人 因为很多年轻人玩TikTok 那些年轻人玩TikTok 你记得年轻人 是多数撑巴 是吧 那么多了他这些片 他就赶了中国 你自动玩东西 玩东西 我说真的 你现在 是不是 习近平每个学生去派钱 顶你 那些走出来的 现在起码都过万人出来 亦都没有证据 他们 不是说 这些TikTok 听了中共说 想起来近日 大家知道 在各大高下 当然有些人说 所以就要 TikTok卖 我想问问你 之前 莫里花革命 你们西方是支持的 他就一样是通过 是当时要推特 Facebook 还有IG 那里发布 为什么你不说 因为 它是合理何车 合理义 那么这些片 亦都是 你们觉得没问题 但是现在 撑巴有些人就不容易看到 所以你会说 TikTok 当然 4月25号 共和党 除了刚才那位阿哥 吉梅内斯之外 另外共和党 还有共和党 还有我想一下 我今早突然想到 其实这个 众议院 这张约翰逊 他都挺聪明的 他就说 我出国民 警卫军 镇压的 你们小心 喂 其实 难听说 如果学生搞得越糟糕 对共和党有利益 那些票很多是年轻人来自大学 投拜登 他当然想乱 是吧 如果你拜登跟拍子 希望你就 PK硬 你试一下 你试一下 我们出兵呀 你试一下 那当然现在 当然不是他出声 是当地的政府 叫那些 是 警察进去 你想想 共和党 共和党说明的是 撑尔 撑尔 不是撑尔 撑尔 说多一次 以色列的 这个军事行动 是 不关 普通的犹太人 是以色列 政府作出来的 说多一次 都是一样道理 就是撑巴吴 代表反右 当然这个共和党的议员 叫李基茨 他原来他参与 发表讲话 TikTok立刻被禁 理由就是 TikTok上面 都是支持巴勒斯坦 人的这些视频 支持巴勒斯坦的视频 超过了美国前 十大新闻网站的总额 他终于说出了真相 就是TikTok影响力很大 所以为什么逼他买呢 你看回 而且 大家听到他说什么 超过了美国前 十大新闻网站的浏览量 为什么 因为你那些不够 你那些 是有 偏向的 你主流媒体的新闻网站 所以那些人就宁愿看TikTok TikTok也有很多假新闻 我说了很多次 TikTok 很多都假新闻 但是 是不是全部假 还有 都是那句 喂 如果 用户错 当然他需要监管 但是 你又没有证据说他监管得不好 你就说 你把那些资料传给老公 你就这么说 是吧 但是 说真的 假新闻 推特多不多 大马上 大把 有 Facebook 大把 对呀 whatsapp 大把 原来 这个基茨 美国三分之一 18到29岁的年轻 经常都是看TikTok 他们喜欢在TikTok看新闻 那当然 因为你主流媒体被控制了 有偏颇 当然TikTok可能有些人 发假新闻 说多说TikTok是有假新闻 但是 是 是不是需要逼他卖呢 喂 如果按照邏輯有假新闻就卖的话 应该Facebook Ex 那些全部应该卖 对吗 对吗 当然你说 那你和 这个字节跳动 是你没有公司 你把资料上传给 你都没有证据 你说了多久 你知不知道 这样 那也是 想想 TikTok TikTok似要周秀之 他明明是新加坡人 你是不是申请中国超值 你没有中国护照 你刚才你说 这个 将 个人资料 洩漏 传给中国 从侵乡的年代到现在 你说到现在 Joe的任期都快完 现在总统大算 有没有证据 有没有找到 说话 这个 李基茨 就是那位议员 虽然民调显示着 但多数美国人是支持以色列并非哈马斯 他又是将 哈马斯和巴勒斯坦打算扯在一起 你看他们 你记住 他是说非正常人都不支持哈马斯 但是TikTok 他又是什么 但是TikTok的内容是亲巴的 和亲哈马斯 那你就这样了 如果是 我相信TikTok会做的 那就是他的话题 而且他很坏格的 他是亲巴和哈马斯 说在一起 他想 做成一个模糊 你 普通 亲巴的人 等于撑哈马斯 你就学以色列那一套 其实他们应该跟以色列在做 其实美国媒体也是 你知道他就说 为什么那些人不看正常的新闻网站 为什么看TikTok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们偏颇得太厉害了 正常人 你没有跟我说 三万四千全部 三万四千人全部 一个人都没有走 你就这么说 有没有可能 他呢 都说 其实他就说了 为什么美国正客那么害怕TikTok 其实TikTok就没有 这些视频的影响 为什么超过我们美国 前十大那些 主流新闻网站 因为你偏颇 我们都说了 因为你偏颇 其实你问这个问题 你应该问一下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新闻网站 你应该问这个问题 对 但是他说 为什么 你是这样的 你们那些年轻人 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说的 你就是这么说 已经没有人相信你了 阿哥 你又把那些人 扯在一起 又把撑巴和哈马斯扯在一起 这件事已经是没有人听你说的 你这样靠帽子 真是好事 为什么 不可以给他 禁了他 那么TikTok会不会脱离呢 我不知道 这个字节跳动会脱离 我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是有那个法律程序要走 那么 我当然是希望 最后解决到 但是 其实很多消息都说 TikTok宁愿是 退出美国市场 都不肯脱离 这个字节跳动 我知 我字字跳动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